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位 手忙脚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游戏 是一款横版跑酷类游戏 僵尸尖叫 与其他跑酷类游戏不同的是 在本作中 玩家要控制许多头重脚轻的小僵尸 在崩坏的城市中奔跑 而玩家的目标只有一刻 就是不断地壮大僵尸队伍 虽然弱小僵尸们自身没有什么特殊技能 不过随时出现了变身道具 可是能让僵尸队伍变成钢铁剑铝哦 将所获之处统统以为平定 虽然表面看来十分简单 但只有一心自上手试过 才能体会游戏的难度 喜欢跑酷游戏的玩家 不妨来试试这款不一样的跑酷游戏吧 铁匠迷情2 推荐指数 四星 游戏特点 消除类 题材新颖 玩法多样 铁匠迷情2是一款消除类游戏 不过与大多数消除类游戏相比 又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游戏融合了消除 升级 商店交易等流行游戏元素 在游戏中 玩家将扮演一位生活在小镇中的铁匠 像远道而来的冒险者 制造武器和防具 与传统消除类游戏不同的是 游戏的操作界面 有一排排方格组成 但方格中却空无一物 需要玩家自行放入矿石 通过熔裂 锻造 镶嵌的手法 根据不同的组合配方 为冒险者打造装备 有时还需要满足客人无礼的要求 比如顺手为客人做个考场什么的 哎呀 果然是不会做考场的铁匠 不是好商人呀 让小编舞也无力吐槽 总的来说 游戏十分有趣 且非常的耐玩 绝对是一款 相谋路上时间的力气 感兴趣的玩家 不妨下载体验一下哦 还记得到儿时胡同口的杂货店吗 一间小小的杂货店 承载了无数人的美好回忆 昭和杂货店 就是一款能够勾起你童年回忆的 放置类 休闲 小游戏 在游戏中 你要经营一间小小的杂货店 通过进货 打扫 升级 来吸引小朋友们进入店里 游戏中最大的特点 就是游戏的图件系统 通过一步步经营 能够逐渐解锁 以各个图件 昏黄的灯光 古旧的货架 安静平和的背景音乐 游戏的仪器 似乎都是为了唤起玩家 美好的回忆 喜欢怀旧题材的玩家 千万不要错过这款 休闲小游戏哦 友情提示 游戏过程中 千万千万不要惊音哦 Taco大自然 推荐指数 三星 游戏特点 沙盒 自由度高 题材新颖 Taco大自然 是一款题材 十分新颖的 意志休闲小游戏 在游戏中 你将成为 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你要做的 就是塑造一个 自然世界 种植树木 塑造山川河流 观察在不同环境下 生活的小动物们 掌握他们的饮食 和生活习惯 并用游戏中 内置的拍照功能 捕捉每一种 动物的精彩瞬间 外出觅食的小狐狸 穿梭在树林间的 梅花路 往返于树木中的 啄木鸟 游戏中 没有什么任务 驱使着玩家 十分适合喜欢 小清新风格的 暖男或者是妹子 让Taco大自然 这款游戏 带你感受一个 清新的大自然吧 好了 那我们本次的 每一首日间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对小牙 推荐的游戏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登陆 口袋巴士的首页 搜索游戏名称 进入游戏专区 下载体验游戏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